今天教大家画个素描离子的结构 第一步 根据离子的最高点 最低点 最左和最右 确定大致的长宽比例 第二步 长线切出离子的基本形状 把离子分为头部 身子和尾部 第三步 轻轻地找一下棉岸交界线的位置 以概括为主 切记 前面的用线要轻 然后我们慢慢细化每个部分 并不断加重 第四步 细致地观察物体轮廓边缘的起伏 切出转折起伏变化 硬方物源 第五步 加重棉岸交界线 因为离子本身并不完全光滑平整 而是有很多小的起伏 所以棉岸交界线之间 要有穿插转折变化 简单带一下投影 不要忘了果窝部分 小的棉岸交界线哦 第六步 轻轻地加一些结构线 就像地球遗上的经纬线 再暗部给点调子 结构素描 我们不用表达太多的棉岸关系 注意 棉岸交界线是有强弱虚实变化的 第七步 加上简单的里霸 检查一下画面 按步骤做好上面的内容 这样一张比较充分的 离子结构素描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